時代演變會有一些讓現在我們看起來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些改變 那所以這邊這一個照片 它所呈現的故事是以前的法國學童 甚至不是很久以前 這100年內的事情 你看而且這照片是彩色的 他們以前是可以在學校裡面喝紅酒 不要講紅酒而已 其他酒也可以 所以這故事很有趣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下 所以他說的是Until 1956 所以真的是其實也不過就80年前左右而已 現在2023嘛對不對 所以Until 1956 French children attending school were served wine on their lunch breaks 所以法國的小朋友上學的小朋友 他們會被serve 所以serve這個字其實是當然是服務的意思 可是像我們講說上菜也叫做serve OK所以我今天給你一個什麼菜給你杯什麼酒 I serve you 那個東西這樣子 OK 好所以這個這個小朋友是能夠被serve wine 那wine的話一般來講就是紅酒 雖然我知道有同學好像有曾經問我能不能做一集介紹紅酒的英文啊什麼幹嘛 可是我覺得那一個是在那個坑很深喔 我沒有那個專業去介紹我非常抱歉因為那個會花我很久時間研究研究了半天我也我還會怕我講錯 所以為了不講錯東西我覺得我就不要做好了 那我們有時候看到提一下wine一般來說就講的是紅酒這樣子wine 除非你特別講white wine 不過white wine也有好幾種 我所熟的只有chardonnay這一種而已 所以我還是不太專業 那如果說你講比較硬一點的酒 比較厚一點的酒之類的 那分什麼whiskey啦 甚至好像liquor這個字就變成講比較厚的酒就是 好我們回來這裡 so they were served wine on their lunch breaks 所以這午餐休息的時候 學校給酒喝 each pupil was entitled to four glasses a day 所以每一個學童小朋友 所以pupil這個字就是學生的另外一個詞 你講student當然沒問題 可是pupil 那pupil還有眼睛的瞳孔 所以這他竟然有兩個很奇怪的這個就是天這個南原北側的兩個意思 所以學生以及瞳孔 ok好pupil 好所以這個每個pupil呢 都entitled entitled你知道就是符合資格之類的概念 像我們每個台灣出生的孩子都能夠被健保做cover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we are entitled to the national healthcare 這樣子ok universal healthcare 全民健保 好所以每一個pupil都entitled to four glasses 一天可以喝四杯酒簡單的說 那他的四杯是用玻璃杯來算的 所以他講的就用glass ok four glasses a day 好所以in the past再過去 wine beer and cider used to be sold in school cafeterias although it was up to each school's discretion whether to allow it or not 好所以這句話裡面有幾個字一定要講 wine剛講過beer沒問題啤酒 sider這個字雖然說我很早以前就認識這個字了 但我其實從來沒有去研就是很認真去研究一下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直到剛剛我找了一下下我才知道sider的意思其實是它是一種酒類的飲料 那它是用蘋果汁去發酵的 所以其實sider這個字我對我來說前面去搭配的一個形容詞永遠是apple ok 所以講到sider前面就是apple apple cider apple cider就這樣子 ok 所以他就是一種發了笑的蘋果酒簡單的說 好那你聽一下也就知道了 ok 我都覺得蘋果吸打 那個吸打就是就是sider這個字翻過去了 不過蘋果吸打並沒有酒在裡面 好啦不管 所以在過去的wine beer跟sider used to be sold in school cafeteria 所以cafeteria就是那一種食堂的概念 所以你如果今天到美食街 百貨公司的你大概不會稱它為cafeteria 你叫它food court 那你去鴻海員工餐廳cafeteria 所以學校的員工的那種餐廳之類的 大公司裡面的我們都叫它cafeteria 這樣子 好你會看到caf這個字在裡面caf這個字在裡面cafe 寫出來就是cafeteria 好所以這邊都能夠有賣 好在學校裡面賣啤酒sider跟wine 不過呢是要看每個學校自己對這件事情的判斷 所以可以賣 那學校如果禁止那當然還是可以不賣 就需要如果他們有他們有這個discretion 所以discretion就是你自己用你的意見去判斷 像我們看到很多電影 那電影可能是例如說是輔導級的 那輔導級的話就是 或者限制級其實還是可以 就今天是個限制級的電影 但我還是警告你一下說 這個片有色情喔 有裸露喔 有暴力粗俗的一些言語或者甚至行為喔 那你自己要不要看你來決定 所以我先警告過你了 so this is a warning 這是個警告 所以他多半會加一句就是 你自己來判斷要不要看 所以他的這句話統一基本上都是 基本這句不太有跟動 跑不掉 好所以他就會說 viewer viewer discretion is advised 所以你會聽到的大概八九不理事會是這一句 OK viewer discretion is advised 所以這件事情是被我建議的 什麼建議呢 就是viewer的 discretion 所以這個discretion就是你自己的判斷 你自己的決定這樣子 好所以it was up to each school's discretion whether to allow it or not some parents would even include an alcoholic drink of their choice typically 500mol of wine cider or beer depending on the region in their child's lunch to take to school 對這就有點長 所以有些家長甚至就會 就是包含了這個油酒間的飲料 而且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so it's a drink of their choice 所以他們所選的一個酒精飲料 an alcoholic beverage or drink of their choice 包含在孩子們的午餐裡 所以他替孩子做午餐 我幫你包了一些酒 讓你一起帶去學校這樣子 所以通常是500mol 就是500mL這樣子的 wine or cider就是別的這三個 同樣就看家長住哪裡 所以你住的地方比較產紅酒 比較產啤酒比較產什麼的 然後就跟你帶什麼這樣子 ok so in instances where schools did not permit this practice some parents would encourage their children to have wine with breakfast before going to school wow 所以的確有些學校是沒有允許這樣的做法 就是給孩子喝酒這個做法 那在這個狀況下 有些家長就會鼓勵他們的孩子 早上早餐喝酒 so day drinker 我們有時候講day drinker 蠻開玩笑的 就是一般來說喝酒是晚上才在喝 那你如果白天就在喝酒 it suggests that maybe you have a problem 可能你是有些酗酒的問題 你才會白天就開始喝酒 所以有時候就開玩笑 why are you a day drinker 白天就喝酒嗎 那所以看起來這個法國家長 甚至讓他小朋友變成morning drinker ok 好所以這個 剛剛這邊說的 encourage their children to have wine with breakfast before going to school 上課前先喝了酒再上 Typically these beverages were available in the school cafeteria 所以典型來說這些飲料是可以買得到的 where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purchase and consume about half a liter daily 所以學生被鼓勵每天喝半liter的 這些酒精飲料這樣子 半公升的酒精飲料 那就是500cc耶 厚禮好扯喔 你要我喝個一杯紅酒 200cc我就已經不行了 臉全部透紅這樣子 然後可能就會想睡覺 學習能力這樣超低 然後講話開始大舌頭亂七八糟的 所以我是完全沒有酒量的人 但這個法國人真的就很厲害了 好 來你喜歡這個故事嗎 我也不知道 我聽起來是覺得 反正就是歷史嘛 以前法國人就這麼幹 那他們現在還是很愛喝紅酒 good for them 那是不是酒駕會有 在法國是不是酒駕特別高或之類的 可能也並沒有 so if you drink responsibly you're ok 所以我覺得美就是北美很多的問題就是 大家對自己的人生並不負責 藥物濫用啦 酒精濫用啦 什麼那些的 那 這也不要檢討人家文化 這就是人家文化 那我覺得我們亞洲人在這些方面 可能都還好一點點說真的 我就是常在強調這一點 我們的自律性是很高的 我們是自律性很高的一個民族 就總之有時候我好像常常會你知道 pat ourselves on the back yeah good job good for you 好啦 但這是一種不知道 對自己的民族的驕傲吧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